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工友就是这么被暗杀的 老板补贴了三万 专业来到火车站盯上了正在找工作的阿明 首先套路就是用高额月收入来吸引阿明 带其上钩死活不能带朋友前去打工 声称已有同伴 带其心急就让阿明假扮宋某的侄子 以亲人的身份才可以带过去工作 并改名换姓好假些真做 很快阿明跟着他们来到了一个私人煤矿打工 就这样为了补贴家用 年仅16的阿明 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矿井生活 矿工虽然钱多 但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想想都很难受 一日阿明闲暇之余拿起了历史书看着 并看到了阿明一家的合照 宋某发现照片上的阿明的父亲 很像以前被弄死的袁某 宋某心里有点嘀咕 可当某说明日就弄死他 可被宋某一口拒绝了 说再等几天 此日唐某又找到了宋某 催着对阿明早点下手 好早日离开这个不见天日的矿井生活 可是宋某又推脱了 说再等等 说这么大的娃死了 连女的都没有碰过 死得太亏了 一拍即合准备给阿明开开壶 说着就来到了街上 单纯的阿明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呀 一脸是蒙着的 结果阿明因为害羞跑了出去 回到矿井的阿明一声不吭地干着活 此时唐某想要动手 又被宋某阻止了 说再过几天还没有喝送行酒呢 其实宋某在阿明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影子 看着他如此的单纯和勤奋 欲心不忍 所以一直在推脱 此日他们又来到了矿井工作 唐某内心已经无法再让阿明夺活一秒 知道宋某还是会阻止他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一起干了 结果宋某被唐某打晕了 阿明跑了出去 此时矿井正在安装雷管 看着阿明跑了出来 以为没有人了 洞中的唐某和宋某都被活埋 弄巧成拙 阿明意外地获得了六万元的现金 其实宋某还是有点良知的 不然阿明早就领盒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不能太贪心 出去找工作一定要多长长心眼 不然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